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 积极推动幼儿政策 不仅桃园市的出生率居六都第一 同时市府为了要提供上南侃民众充足的拖育空间 因此透过卢竹区中山里 规划了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非营利幼儿园 借此要让幼儿就近入园快乐成长 中山里社区长辈乐情的舞蹈表演 不仅让台下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同时也为卢竹区中山非营利幼儿园 新建工程动土典礼来庆祝 上南侃地区随着幼儿人口逐年增加 因此幼儿托育的需求也逐渐提升 这里原来是我们锤球场 也是我们市民活动的一个场域 也是我们的滚球场练习的地方 那因为中山里是上南侃 已经是非常人口密集 而且非常有很多年轻族群 也急需要这个幼儿园的成立 因为我们这边几乎都是年轻族群 而且是外来人口占了70%以上 所以都是对这个幼儿需求 上学的需求很高 那这边的公立幼儿园 还是私立幼儿园其实是很少 那我们也大家都很期待 这个幼儿园的赶快兴建 第一产 开地平安 动土顺利 桃园市政府今年来积极推动幼儿政策 不仅桃园市的出生率居六都第一 同时是否为了提供上南侃民众 充足的托育空间 因此透过在鲁竹区中山里 规划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非营利幼儿园 期望要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桃园是全台湾年轻指标最高的直辖市 那很多的年轻家庭选择落脚在桃园 因此幼儿园入园的需求非常高 鲁竹地区可以讲是成长的亮点 那目前公共化比例只有32% 特别上南侃 非常缺乏大型的幼儿园 那因此我们在这里 成立一个中山非营利幼儿园 那两岁的专班有三班 那三到五岁的有十班 一共可以收348位幼儿园的人数 那这里的建筑呢 我也是希望能够充分地利用这块土地 目前卢族区公共化幼儿园 招收人数比率约32% 桃园市政府在考量供应量不足的情形下 这次打造的中山非营利幼儿园 将可以招收348名幼儿 并预计在111学年度招生开办 继续让幼儿就近入学快乐成长 记者文字军团报导 再带你来看2020运动露营大赏 在石门水库西州服务区盛大展开了 以嘉年华的形式 让民众认识全新的西州服务区 与未来将开放的露营区 预计明年1月开始招商 为桃园石门注入新的观光活水与特色 2020运动露营大赏 日前在石门水库西州服务区盛大展开 规划多种露营风格展区 同时邀请在地美食摊位 跟露营厂商现场摆摊 以嘉年华形式 让民众认识全新亮相的西州服务区 与未来将开放的露营区 这是我们郑文燦市长 打造大桃园南区旅游服务的 另外一个新纪元 新亮点 那今天的露营活动 也是希望大家在后疫情时代 多出来走走 增加消费 促进经济 那也第二个目的是希望 让大家了解这个露营区 和服务中心的所在地 运动露营大赏也邀请多个校园同军团 抢先进驻体验场地 同学们表示环境很不错 草地平整又干净 来参观的民众也都大力称赞 期待露营区正式开放的那天 还不错 不错在哪里 就是不会 不会啃啃啪啪的 对啊 然后睡得还行啊 还不错 就是草地然后有露 十门水库西州旅游服务区将打造低碳旅游环境 规划四公顷八十个站位的五星级露营区 设置了五百六十席的车位 预计明年一月招商 希望透过公司部门合作引进新游城新景点跟新玩法 让民众可以在十门水库来场低碳便利又安心的漫游 记者赖尾一桃园报导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立美术馆自成立以来 积极推动展览活动 这一次呢 透过举办三周年的馆庆系列活动 展出了故宫博物馆与荷兰乌特勒中央美术馆的珍藏艺术品 借此让文化艺术贴近民众的生活 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刀切下生日蛋糕 不仅为桃园市立美术馆成立三周年来庆祝 同时桃园馆也透过跟古宫博物馆 荷兰乌特勒中央美术馆合作 并举办三周年馆庆系列活动 借此让民众更贴近文化艺术 过去这三年在俄美馆的基地举行了非常多的活动 那也让大家看到其实美术教育应该要深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那我们的这个美术馆的活动也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 让一般的市民也可以接近 那我想过去三年的实验 俄美馆已经展现了很高的价值 透过美感的互动 对传统的这个典藏有新的看法 那我相信可以让更多的孩子那么接近书法的艺术 桃园市立美术馆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展览活动 这次桃园市立美术馆透过在俄美馆展出 写一首春天的诗书艺体验展活动 并邀请知名诗人一起参与展出 期望要让各年凌晨的民众更人试书法的奥妙 在俄美馆展出的写一首春天的诗 主要的发想是来自故宫的两件尸铁 是黄庭坚跟苏氏的作品 然后我们邀请故宫跟我们合作 从故宫而来的有两件 这个从这个尸铁而衍生的动画作品 但是呢除了故宫精选的这两件动画作品之外 我们也邀请了诗人馆馆 还有黄美馈等等的其他的艺术家 一起参与展出 为我们创作了很多多领域 不同的跨领域形态的创作 那希望亲朋好友 还有特别是儿童们 一起来欣赏 希望透过不同的感官的体验里面 去体验书法 桃圆市立美术馆举办的 三周年管庆系列活动 除了在俄美馆室内展出 故宫博物馆的书法作品 同时户外还有 荷兰乌特勒中央美术馆的 四窗之外国际交流展 另外也将于桃圆市立美术馆的 青埔愿景馆附地举办一文活动 欢迎民众千万别错过 记者文字军台报道 再看温馨消息 国际师子会300G2区 透过《诗爱圆梦》 助学千人欢乐圣诞趴活动 颁发了奖助学金给一千位的学生 期望要让爱的循环延续下去 南侃儿童弦乐团优美的交响乐表演 为国际师子会300G2区 所举办的《诗爱圆梦》 助学千人欢乐圣诞趴拉开序幕 今年国际师子会300G2区 透过亲自下向关怀 并颁发奖助学金给弱势学童 期望要协助学童努力学习 这次的奖助学金 我们颁发将近一千人 一千位的奖助学金 当然有些可能就是还来不及报名 我们时间会可能比较赶一点 我们这些报名的小朋友 我们都有实地去他们家庭访市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颁住到一千多位 我们借从这一千多位需要帮助的 不管是及时的或者是未来的永续 在未来这一千里面可能会有一百或者两百 它是需要长期照顾的 我们会把这些人再把它找出来 接着未来的几年来辅助这些小朋友 走完他的成长的路 国际师子会300G2区 近年来积极推动公益活动 而这次国际师子会300G2区 透过跟全桃源13区的家长会长协会合作 不仅颁发奖助学金给一千位的学生 同时总监为苏联也分享自身经验 期望要让爱的循环延续下去 早期我也是接受人家帮助的小朋友 那当然在四五年代的社会 社会上大部分都是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说在那时候我就能生哪一天 我有钱的我有能力了 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小朋友 因为以我的概念我受过人家帮忙 可是我现在可以帮忙武术的人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可以帮忙多少的人 未来那些更多的小朋友 他们也跟我一样有正向的力量 让社会充斥都是正面的人量 未来他们也是一股社会的善念中流砥柱 国际师子会300G2区 透过在12月19号于桃源巨蛋体育馆 举办《世爱圆梦》助学千人欢乐圣诞趴 不仅邀请全桃源13区的学生及家长 一起欢度圣诞节 同时现场还有举办和平海报的颁奖典礼 借此要让学童在幸福的环境下成长 记者文中军团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桃源市议员郭丽华 关怀在地的学童 特别在假日带南侃国小与南美国小的小朋友 免费吃烧烤看表演 希望透过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与温暖 魔术师精彩的表演让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 桃源市议员郭丽华关怀在地学童 特别携手桥连文化艺术基金会跟德修工文教基金会 举办温馨关怀孩童学习成长快乐仪 带小朋友们免费吃烧烤看表演 同学们都说玩得很开心 我觉得今天活动相当好 然后东西可以吃到饱 然后虾子夹起来很好 很好吃 又还有节目可以看 很好看很欢乐 这次特别邀请南美国小跟南侃国小的同学一起出游 老师们表示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可以学到很多学校美教的东西 还能促进孩子们的社交跟行仪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这活动很棒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他们玩得开心 吃得快乐 给他们很好美好而已 跟魔术师还有跟现场一些大人的互动 其实也跟他学习到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事情 那我觉得非常感谢郭丽华议员 除了安排同学们大胆美味烧烤 议员还准备了精彩的表演 让小朋友们一同度过有趣又开心的假日 希望透过互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与温暖 由学校来推荐的小朋友 那也带他们能够吃好吃的玩好玩的 也希望给他们多一点欢乐 在欢乐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团体的一个温度 我们有一些魔术表演小丑气球 希望带给这些需要关怀的小朋友 他们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温馨关怀孩童学习成长快乐营 收到学校与师生的支持与好评 议员表示未来只要有机会跟资源 就会持续办理 希望能帮助关怀到更多的小朋友 绿色捷运是从我们的火车站 一直延伸到如主地区 这个是我们桃园的交通命脉 也是能解决我们桃园区中正路 阻塞最严重的方法之一 我现在也会全力的来监督 我们绿色捷运的施工其成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